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6月7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邮报 日前,在美国总统拜登即将访问欧洲的前夕 德国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美国作为全球领袖的声誉正在下滑 拜登未能挽回美国在疫情爆发前的国际地位 而中国的声誉则出现小幅上升 在调查中,只有51%的德国受访者认为 美国是可靠的盟友 但在法国这项数据却有60% 而英国和波兰则更高,分别是67%和76% 但在土耳其这项数据极低 只有不到25%的土耳其受访民众表示对美国的信任 但报告显示,美国对于欧盟的态度却普遍认同 多数美国人认为,欧盟是可靠的伙伴 这项涵盖了11个国家的调查显示 拜登上任的前三个月并未改变法国和德国民众 对美国全球影响力的看法 这些结果和2020年的调查一致 比疫情前的数据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 但是对中国的看法却有所改善 虽然欧洲民众认为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在下滑 但根据调查,美国民众却自认为 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力是在扩大 这份调查的背景是拜登即将从9号开始 展开上任以来的首度欧洲之行 他将出席七大工业国G7、北约及欧盟峰会 当下拜登所面临的挑战 是要修复曾经被川普破坏的美欧关系 此前川普退出了国际协议 并延迟抨击北约 削弱了欧洲对美国的信任 美国在遭受了新冠疫情的冲击之后 目前经济出现强势复苏 全美多个州新年度的预算支出出现大幅反弹 据悉,各州接下来的预算年度 2021到2022年 预计支出成长将超过10% 例如奥克拉克马州将在下一财年度 提高预算18% 纽约州将增加10% 佛州将增加11% 据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一个原因是 去年在计划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期间 因为疫情肆虐 州政府大幅削减了各项预算 但很多州政府的收入 并没有像原先预期的那么暗淡 由于联邦政府的大规模纾困 支持经济 以及目前出现的消费反弹 股市大涨 高收入阶层依然可以居家工作等原因 都为州政府带来了比预期更高的税收收入 根据PEO慈善信托基金的报告显示 美国29个州在2020财年 也就是疫情高发期间的税收收入 高于或等于2019财年的收入 据专家分析 很多州政府的财政状况 无疑比他们原先的预期要好更多 各州未来几年的财政和经济前景 都将大有希望 根据PEO的报告指出 在疫情期间 严格封锁经济的州 税收的增长明显不佳 例如纽约州 虽然在接下来的预算年度 支出将增长10% 但扣除来自联邦政府的纾困支持后 州政府本身的支出只增加了3.8% 现在各州有充裕的资金可投入各个领域 例如奥克拉克马州将重新投入幼儿园教育 以及发展电影产业 纽约州则将投入教育 以及翻新交通设施 佛州则将为教师、警察、消防员提高奖金 以及投入教育建设项目 其他各州也都可以看到 用于劳工救助、扩大网络服务 以及补充各种资金的相关投入 鉴于各州财政收入纷纷向好 各自都在投入各种建设 这使得共和党人开始质疑 拜登政府另外提出的规模上万亿的极建计划 是否还有必要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纽约市税率不断增加 加上治安越来越差 使得不少居民对纽约的现状声表不满 对此佛州曼阿密市长苏亚雷斯 昨天在纽约的一档电台节目中 趁机向纽约市民喊话 他表示他欢迎纽约人搬到曼阿密去 他称当地拥有更低的税收政策 和更好的生活品质 他说我们在曼阿密向你们张开双臂 不过也就两个小时的飞行 你们将省下大量的生活开支和大笔的税收 他说曼阿密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能够以低价购买房产 你也不用因此而牺牲或受苦 因为现在所有的金融公司都搬来了曼阿密 所有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也都搬来了曼阿密 在谈到曼阿密发展愿景时 苏亚雷斯表示 曼阿密是一个欢迎移民并亲资本主义的城市 你们将生活在最有活力和吸引力的城市 可以在此创建公司 打造家庭 拥有生活 养儿育女 作为一名前警察 苏亚雷斯一直倡导低税收 亲警察 是一位共和党籍市长 不过他的言论 立即遭到正在竞选下任纽约市长的参选人 亚当斯的回击 亚当斯昨天在回应中表示 如果自己当选 给我一年的时间 我相信曼阿密人就会跑到纽约来 因为纽约市将会成为商业中心城市 可负担且公平的城市 开始抢人了 亚当斯说 纽约市将会成为商业中心城市 难道是我们记错了吗 纽约市一直不都是商业中心城市吗 为什么将会成为商业中心城市呢 也就是说 大家现在都认为 纽约市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商业中心城市了 大家只要看一看 每天在纽约的市中心 在曼哈顿发生的那些事情就知道 为什么纽约市会从一个曾经繁荣无比的商业中心城市 变成今天的样子 为什么纽约那么多的企业 富人和普通民众都往佛州和德州跑 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所以说各种原因应该也不用我再解释了吧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日前纽约州长葛莫宣布 从7号周一也就是今天开始 取消州内学校夏令营的口罩令 无论是否已接种疫苗 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室内和户外 都可以不用再戴口罩 但对于州长的政令 纽约市教育局则表示 为保证学生和教师的安全 全市的公立学校将会继续要求 学生和教师在校内佩戴口罩 纽约州教师联合会也认为 这个政策变化太突然 在缺乏州府和CDC的额外指南下 建议各学区根据实际情况 及教师和家长的意见 来决定是否实施新政策 另外 纽约州卫生厅在上个月底 已经更新了 儿童暑期参加夏令营 而托儿项目的防疫要求 根据新规 2到5岁的儿童不需要强制戴口罩 但要求尚未接种疫苗的工作人员 需要佩戴口罩 根据纽约州府4号的数据显示 纽约州单日阳性率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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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降至0.42% 7天平均阳性率降至0.56% 该数字已经连续第60天下降 这两个数字都再次创下新低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 纽约州的疫情数据已成为全国各州最低 这个现象我们在生活中已经体会到了 现在我们走在大街上 大部分人都已经不戴口罩了 昨天傍晚我们吃过晚饭后 我带着两个孩子去附近的操场打了会儿球 操场上人不少 有打球的 有孩子在那儿骑自行车 也有在那儿玩荡秋千的 但是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大部分人都已经不戴口罩了 只有极少部分的人还戴着口罩 根据我们每天采集的美国的疫情数据来看 纽约甚至全美的疫情数据 的确是在日益下降 我从疫情爆发开始 几乎每天都在坚持播报疫情数据 从最初的每天增长几千例到上万例 再到每天六七万例 我就在想 什么时候我才能在节目中 去掉片尾的每日疫情播报呢 这个是我这个频道 转为新闻节目以来 一直都没有断过的一些内容 但是我真的希望 希望能够尽快的停止这个部分的内容 希望全球的疫情 能够早日平息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别忘了给我点赞 2021年的中国高考 已在7号正式拉开帷幕 1078万名考生 开始在这场高考战役中 书写着自己的青春和未来 对于每年的高考 作文题目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今年也不例外 高考语文的作文题 一如往年的抢先登陆 热搜榜首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 全国各地又都出现了哪些亮眼的作文题 今年中国高考的语文试卷 共有8套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4套 分别是全国甲卷 全国乙卷 新高考一卷 新高考二卷 另外北京 天津 上海 浙江 自主命制4套 因此今年全国高考的语文作文题 也共有8套 据教育界相关专家介绍 党史入题是今年作文试题的一个明显特征 虽然有8套试卷 8套作文题 但其实只有一个主题 即站在新百年的节点上 强调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北京时间7号上午11点左右 适用于四川 云南 贵州 广西 西藏五省市的全国甲卷作文题 涮些公布 内容提到 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历程 我们心中有阳光 我们脚下有力量 我们的未来将融会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我们处在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 根据这段既定的材料进行写作 题目为可为与有为 不限题材 看到了这个题目 有网友在网上留言说 一看到这个题目 我就想起了 欲可为和康有为 随后 中国媒体陆续发布各地高考作文题 适用于河南 安徽 山西 江西等省份的全国乙卷中提到 古人曾以比喻说明对理想的追求 如汉代杨雄就曾以射箭为誉 并将意作为确定的目标 在付诸行动就能实现理想 并要求学生结合与追求理想相关的材料 以及考生对自身发展的思考写一篇文章 另外适用于福建 广东湖北等省市的新高考一卷要求考生 结合有关毛泽东论体育之校相关材料 写一篇体现考生感悟与思考的文章 适用于辽宁海南重庆等省市的新高考二卷高考作文题 比较特别 看起来难度不小 题目给出了一幅人字漫画 要求考生根据漫画的内容和寓意 写一篇能够反映自身的认识与评价 鉴别和取舍 体现新时代青年的思考的文章 这个题目一公布难倒了很多网民 不少人直言 题都没审明白 看到题目两眼一黑 有重庆网民直言 新高考的卷好难啊 重庆人开始慌了 更有网民直言 新二卷等于团灭 看到这里呢 本人不才啊 对于这幅人字漫画 突然有了一个灵感 瞬间呢 就写下了一篇短小精悍的小作文啊 也就是一首短诗吧 请大家呢 鉴定鉴定 批评批评 看到这幅人字漫画 然后呢 再结合新百年的时代背景 我呢 构思了这样一首短诗 人人拥护共产党 人人必须跟党走 谁不拥护 谁不跟党走 谁就不是人 怎么样 全篇28个字 用到了五个人 内容简洁 紧扣主题 寓意深刻 对党忠诚 大家看 给我打一个分数吧 你要是批语老师 给我打多少分 大家一定要打分啊 好 我们下面接着再往下看啊 北京卷 是一个选择题 题目一 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 要求考生以论身逢其实为题 题目二 对我们而言 真正的成熟 却不仅仅指身体的长成 将题目命为 这才是成熟的模样 考生任选其一 写一篇继续文 天津卷显得稍微文艺一些 要求考生结合有关时间的材料 以及自身体验 写一篇文体不限的文章 这段材料写道 时间永不停步 纪念日不会消失 记住它 可以让日历上简单的数字 成为岁月厚重的注脚 而它也不断提醒着我们 带着初心奔向前方 有意思的是 上海卷也不约而同的提到了时间 有人说 经过时间的沉淀 事物的价值才能被人们认识 也有人认为不仅如此 试卷要求考生 谈谈对这句话的思考 但可以自拟题目 浙江卷也是要求考生 题目自拟 并给出了一句话的材料 有人把德语诗看成终点 有人把德语诗看成起点 有人把德语诗看成过程 要求考生结合自身体验与思考 写一篇谈德诗的文章 对于今年的高考作文题 很显然 国家赋予了当代青年 非常宏大的时代叙事的机会 我觉得在今年的作文题面前 个人已经不再是个体 也不能仅仅是个体 每个人都已经和时代 和国家命运融为一体了 每个人都应该肩负 国家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如果你要是理解不到 这一层的深刻含义 那么你的作文 可能就不是一篇好的作文 当然本人才学书浅 对作文没什么研究 但是鉴于今年的作文题 结合我的自身专业 有关写歌词的体会 如果这是一篇歌词命题 我觉得这个命题很难写 为什么中国有很多主旋律歌曲 大多数都没有生命力 当然了 这个要排除那些 举全国之力强行力推的作品 因为假大空是歌词创作 甚至艺术和文学创作的 最大机会 有很多朋友经常发来歌词 发来一些词稿 让我帮他看一看 说这是我新写的歌词 能不能提提意见 我每当一看到 什么巨龙腾飞 伟大复兴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就大了 我就想你见过巨龙吗 你见过腾飞吗 你知道什么是伟大复兴吗 一个好的文学或艺术作品 一定都是看得见摸得着 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作品 但凡那些宏大的空泛的 喊口号的作品 几乎都是见光死 虽然写作文和写歌词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我想 基于艺术和文学创作的一个通理 写小不写大是一贯的普遍共识 我们在指导学生写论文的时候 也经常在选题上 一再强调 以小见大 这才是写作的高招 写作不要好高无援 题材要是太大 一般人把握不住 但是今年的作文题 我感觉不仅大而空泛 而且还充满着党员写报告的意思 不知道我们的教育部门 究竟想把年轻人引向何方 其实在苍穹之下 我们实在是渺小的 连一只蚂蚁都不如 如果真的想让年轻人 负起责任和担当 那就让他们踏踏实实的去思考 该如何做回自己 做回一只蚂蚁 切切实实的去找到食物 累好窝槽 这才是对当代社会 最大的责任和担当 下面我们来关注 今天的美国疫情 由于昨天是星期天 我们没有采集数据 所以今天的新增数据 是两天积累的数据 特此说明一下 截至2021年6月7号上午11点 全美确诊人数累计 3378万4507例 累计死亡人数 60万6125人 这两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是 18529例 死亡635人 纽约州两天新增 2700例 死亡57人 加州新增1326例 死亡47人 新泽西州新增588例 死亡14人 芝加哥新增358例 死亡27人 长岛纳苏郡新增159例 死亡0 好 那么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国学歌 是明代诗人 于谦的石灰影 《千锤万藏》 出生山 出生山 野火焚烧若登险 烟火焚烧若登险 分骨碎身 全不怕 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尽不可真 平凡在人间 天垂斑草至深山 烈火焚烧若登险 奔不随身全不爬 全不爬 要留情怀在人间 天垂斑草至深山 烈火焚烧若登险 奔不随身全不爬 全不爬 要留情怀在人间 既然不爬 天垂斑草至深山 虽然不爬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感谢观看